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17点而已 预估量有一千一百一十九一 当然这个量会变动 这个量会变动 那今天的盘我们可以看到大力光 开个高盘就回来了 大力光目前在平盘 台积电 目前是小跌一块钱 鸿海 目前也跌了五毛钱 所以三档最重要的全资股 今天都不强 所以指数今天要攻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昨天美国股市还不错 可是科技股相对是比较弱的 那台北股市跟美国股市的联系 以科技股为主 所以科技股不强 这个对台北股市的影响是比较负面的 反而传统产业的部分 带领的道琼一直在创新高 昨天道琼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相对传统产业跟服务业 是比制造业跟科技业来得强很多 这是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可以看到 南韩大涨 香港又大涨 香港恒生指数 昨天大涨300多点 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所以整个亚洲股市来说是还不错 整个亚洲股市来说还不错 昨天印度也是又创新高 印度股市昨天也创新高 所以整个国际股市来看 还不错 所以对台北股市会有一定的稳定度 只是科技股的弱势 对台北股市还是会有影响 但这个都无所谓啦 这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重要是你的选股要选对 现阶段在超级财报的时候 都是个股的天下 所以选股选得好 你不怕没钱赚 相同的 财报行情是很现实的 好的就上天堂 坏的就下地狱 所以连续三个礼拜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避开一间起情管呢 你要避开业绩很烂的 你要避开投机型的股票 那些股票都是地雷区 你看今天 目前还大部分都是涨的情况之下 又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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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枝啊 第七枝跌停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枝跌停啊 正为第八枝啊 对我跟大家讲 我说有没有可能会回到十块钱 我们等着看 我们等着看 反正我们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看对我们来说没影响嘛 对围财 结态 也是跌停 那结态也是一样啊 你 你 我六十五块 涨到六十五块钱 结果实际上 净值只有八块钱而已 这个都是 太窍鬼 这个下去都无底深渊 那你避开了 跟你没关系 你只要没有的话 跟你就没关系了嘛 对不对 翔硕 以上也开始在回了 也开始在回了 你看翔硕间 已经开始在跌了 翔硕是华硕集团的公司 四百多块也太厉害了啦 不错啦 公司是不错啦 一年赚六块 没败 问题 股价四百多块 over 太多 本比八十倍 太超级啦 对不对 本比八十倍 太超级啦 所以这个慢慢都是要出现修正的 所以只要记得 涨高的 业绩烂的 投机的 那些地雷都不要去理他 都不要去摸 我们不要走地雷区 我们走康庄大道 我们可以安安全全 买底部的基优股 买底部的基优股 你看翔硕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都不错啊 哇 常委 上来八块啊 又动了 这想要捡便宜都很不容易喔 今天我一开盘之后 看他一蹲下来 我通知会员36块钱 有来就再买 马上又上来了 马上又上来了 我从29块 30块这里 一直跟大家讲 值得一堵 值得一堵 你看 你看 这样多多啊 我懒得去算%数啦 反正这种行情 我们不是在看那种 两层三层四层的 我们是在 博一个倍数的行情 前一波的行情 前一波两个月涨5倍 5.7倍 这次会不会又再来 听说8月8号 听说败给败 昌尾的电动车 要在台北展示 我们等着来看 如果到时候 电动车在展示 我跟你讲 这个行情绝对又是狂飙的 这个狂 绝对又狂飙的 6462 神盾 今天开个高盘 稍微休息一下 那神盾 我个人觉得啦 到这个地方啦 因为已经到前一波的高点 已经到这个平台了 已经到250这个平台了 短线上可以稍微拔挡一下 然后压回来 年线再重新接 做一下差距 股票有时候要有净有处 也不错 对 赵立 昨天大涨 今天又续涨 这个还很便宜啦 这个很便宜 这还很便宜 一年一股才赚个7块钱 本一比才八倍而已 你看刚刚降溯 八十倍 跟他获利差不多耶 赵立去年七块 降溯六块 就降溯四百多块 他才六十块而已 所以这个都还有补涨的空间 本一比很低 量才刚出来而已 对 金壳 连三两支 但 压两支之后 不用堆压 年线压在上面 等回来这个平台 有苦耐 有苦耐 半年线 半年线 至少回到半年线 再来买就好了啦 有时候 短线涨高之后 不要去追 等压回来 我们再低接 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股票 其实蛮多的 每天 强棒初级的部分 这个 大概一个礼拜的行情 都OK 一个礼拜行情都可以 你看中石坏 六二七四 在这一天分享的 今天又继续涨 六一七六 也是我们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 强棒初级的部分 大家应该都记得啦 但有固定在看节目的话 应该都记得啦 有没有 瑞宜 瑞宜 维星 维刚 维刚 开发金 有没有 你看开发金 开发金 瑞宜 我们是这一天分享的 起来现在又来去 二三七七的维星 这里分享的 二八八三的开发金 在这一天分享的 六二七四的 六二七四的 台药 有没有 六二七四的台药 这一天分享的 今天还在涨 今天还在涨 没有办法一跟大家列举啦 我们强棒初级单元 大概三到五天的操作都OK的 都OK的 好 我们先来跟大家谈 大雅 1609的大雅 大家一定觉得 蛮陌生的 至于高费 很多人可能 老的年纪 智力比较大的 投资人可能还有印象 比较年轻一辈 可能比较不会注意到 1609 16就是电线电缆 那我上礼拜 也有跟大家分享到 华龙也是电线电缆 华龙 1608电线电缆 那为什么最近跟大家谈电线电缆 因为钢价 国际钢价一直在涨 这是国际废钢的报价走势 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六月份以来 从52.8美元 现在已经飙到72.5美元 一个月废钢 不是废钢 是铁矿砂 铁矿砂的价格 一个月大涨了37% 那铁矿砂的价格 大涨37% 那么整个钢铁报价 就开始走高 你看今天盘面上最强的 在哪里 今天盘面上最强是在钢铁骨 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钢铁骨全部大涨 今天钢铁骨全部大涨 这里面包含一铜 跟铜有关系的 铜昨天继续涨 那中鸿 不锈钢更强 不锈钢 有没有 8% 星光钢8% 星钢4% 上银 上银是 它其实不算钢铁骨啦 可是它变 因为它的材质都是金属的 所以被归类到20 大成钢不锈钢的 那昨天除了 铁矿石的报价创新高以外 那包含铜价也创新高 那跟铜价有关系的 2009 一铜 一铜 今天目前大涨4% 1612 红钛 这是做电线电缆的 1608 华龙 这上礼拜跟大家分享过 今天最高来到10块6 今天最高又来到10块6 它只要这个高点10块7再过 这个大量吃掉的话 会出去哦 会噴出去哦 那以华龙来说 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你看它价格才10块钱而已 每股净值有高达16.2 每股净值高达16.2 目前铜价在上涨 对于它的报价会提升的效果 所以这个会有补涨的机会 净值16.2铜价在涨 这也出去了哦 1605 华星 这是昨天跟大家谈的 昨天跟大家分享华星 今天也继续涨 那华星是规模比较大 所以一般外资在布局的时候 都会以比较大规模的 因为这样子 外资它资金进出会比较方便 那我们今天1609大雅 1609的大雅 这是线燃股电线电缆的 这是一档电线电缆的股票 哇 很快已经拉涨停了 这个时候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还在这里 在我们在讲节目的时候 它已经很快速拉抬了 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因为我们不是阻力 我们是依照整个基本面的状况 目前国际的一个趋势来跟大家筛选股票 然后讲着讲着已经拉那么高了 还可以啦 为什么还可以 7块钱而已 大雅一样是电线电缆的 你看它每股净值 高达11块4 高达11块4 11块4的每股净值 现在才7块钱而已 还有4块钱 4块钱多少 4块钱就6成在 就有6成啊 对不对 就有6成啊 也不错啊 你看它今天 盘了这么久 1 2 3 4 盘了4个月底 今天正式供出去 今天正式供出去 所以 有押回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买 有押回还是可以买 因为价格还很便宜 尤其走的是一个国际的行情 昨天成交量1600张 今天目前已经13000张了 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里 现在突然就急涨了 没关系 还有机会 后面还有 那大雅今天跟大家分享 1609的大雅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最后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父亲节的活动给大家最大合理 8块钱8个月 8块钱8个月 有兴趣的想要了解的 什么是8块钱8个月 想要了解的 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服务人员来做洽询 来做了解 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23988 0223923988 今天的分析对你有帮助 按个赞吧 我会为大家收集更多的资料 更多的分析 我们在下午两点的节目 有更全面性的报告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